就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你的身体里有500亿个细胞死去了,不过也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实际上,这种有规律的细胞死亡,是生命活动必需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细胞雕亡。 当然了,正常情况下新细胞的分裂和旧细胞的雕亡是平衡的,不过,一旦雕亡发生异常,就会产生疾病,如果细胞不死,就会产生癌症,如果细胞死得太多,那么组织和器官就会消失不见了,那么细胞雕亡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哈佛大学研究者在显微镜下亲眼看到,细胞雕亡的发生竟然像是水波纹那样在细胞中扩散,每分钟30微米的速度还真是蛮快低,而且这种传递方式与扩散完全不同,速度并不会变慢,用作者本人的说法,就是永不减速,永不消失。 这篇论文不久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一,本文通讯作者James Ferrell做,和一座Jong Wei Chen 哟,细胞雕亡总会有一个起点,那么它是怎么从点扩散,到整个细胞那呢?一直以来科学家有两个猜想 第一种是随机扩散,就像是一滴墨滴金清水,它逐渐晕染,变淡,最后消失,第二种则像是森林大火 因为总有新的树木作为燃料,所以火车蔓延不会减缓,甚至会增速 研究者们把这种传递方式叫做触发波趋格,Wave 那么到底是哪种方式呢? 你每细胞实在是太小了,很难观察 所以研究者取出了非洲造成的乱细胞内容物,把它们装进透明的细长特弗龙管中 然后用绿色荧光标记,与细胞凋亡相关的蛋白 这样当凋亡开始,就可以检测绿色的光带,在管中移动的速度了 随后,研究者把特弗龙管的异端进到含有凋亡激活分子的溶液里 并在显微镜下观察 随后他们看到了令人惊奇的现象 绿色的荧光带向潮水一般稳速前进 说是潮水还有些不准确,毕竟潮水越靠近岸边力量越弱,速度也越慢 可是这道死亡波动,却保持着平稳的29微米每分钟的速度,前行了好几毫米 作为对照,研究者还用色素标记,问普通的自由扩散 结果显示,自由扩散的速度确实是越来越慢的 而且只能前进几百微米就消失了 从这个结果我们也能够猜到,细胞凋亡并不需要持续接触凋亡激活成分 而是在发生之后就能够靠自身的一些机制来维持 研究者继续探索之后,发现细胞内的凋亡网络,是很多复杂集连反应综合的结果 比如说,开始凋亡的细胞线粒体受损,其中参与有氧呼吸的细胞色素C,渗出到细胞之中,一旦它的浓度达到一定水平,就会激活半光天东没有 而半光天东没有会进一步激活其他蛋白导致些立体磨疮孔 令更多的细胞色素C示范 这就是死亡波动的部分真相了 细胞凋亡的部分集连反应 研究者也直接在细胞内观察到了死亡波动 非洲照产卵细胞颗头很大,直径能够达到1.2毫米 虽然细胞并不透明很难观察 但是研究者还是发现,当在某一点注射细胞色素C 细胞凋亡就从这一点开始,以均匀的速度传递到整个细胞 这个过程伴随着自然的色素沉积移动 可以看到一条黑线在细胞表面移动 自然凋亡的细胞表面也存在这样的死亡波动 单个细胞表面的死亡波 其实这种触发波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细胞凋亡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电信号 在轴图上传达,也是类似的机制 其他还有钙离子的胞内外转运,有次分裂的 可见触发波是广泛存在于生命活动中的 这些发生在细胞中的小小波动 虽然看起来很理论,似乎和临床没什么联系 不过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细胞凋亡的机制 很可能为未来医学研究重要的信息 毕竟很多疾病的,都是要操控细胞的死活 比如癌症是要让癌细胞死亡 神经褪行性疾病,却希望神经元尽可能多得存活 正如作者之一Ferrier教授所说 提高对细胞死亡的理解是医学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要干预疾病 那么我们就是要了解如何调节细胞凋亡 嗨,吃我死亡播更多神奇生命科学故事 4. HTTPS, www.Science-enuse-orgotical-speed-cell-desapoptosis 5. HTTPS, www.Sidwellian-com-science-shortcuts 2018-August-1230-micrometer-minutes-scientists-disc-over-s-p-e-d-o-f-d-e-a-t-h 基点,50万极客医生,热爱的医疗科技媒体 本文作者戴斯宇,所有实验室这个头图 真是很有趣,老哈哈哈哈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